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戊戌时期 今天这个觐见礼仪的改革 讲到的第一个问题 传统理智冰山的消解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想讲一下这个传统观念与现实要求 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碰撞 传统观念与现实要求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一种社会观念一旦形成 那么它就会对人们的一些思想行为 是吧 产生一种长期的影响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 那么在中国呢 是有一种流行了数千年的 一种这种华裔之变 是吧 或者天朝大国的传统思想 那么这些华裔之变的思想 天朝大国的思想 那么在近代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这种严重的冲击 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那么但是这种思想 仍然充斥于一部分 封建统治阶级的头脑当中 虽然受到了冲击 但是它没有马上进行改变 彻底改变 没有消除 我们讲 传统的理智冰山 已经开始崩塌 但是没有马上消解 那么说一部分封建统治者 还力图去恢复 去修复这种传统的理智 那么这就表现为了什么呢 传统观念和客观现实之间的 一种严重的背离 出现一种严重的冲突 那么这个搞近代史的人都知道 那么在这个1868年呢 这个总理衙门 就为这个英国可能会提出来的修约 这个问题展开了一个讨论 那么当时清政府认为 这个英国提出来的修约呀 会提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外国公使 要觐见清朝皇帝 为这个问题 清政府内部展开了讨论 那么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陕甘总督左宗棠 湖广总督李鸿章 还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那么这三个人讲 说既然西方国家 他不是中国的藩书国 那么因此中国在这个外交礼仪问题上 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一个苛刻的要求 要求他们必须行跪拜礼 就说外国公使 建清朝皇帝 可以不行跪拜礼 那么这是当时清政府内部 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官僚的一种主张 那么但是左宗棠 李鸿章 崇厚的这种主张 那么遭到了清政府内部 很多顽固派大臣的这种反对 那么他们批评这种说法 那么他们认为 外国人 外国公使 建清朝皇帝 必须行三国几后大礼 我们前面讲到了 就是外国公使 在这个1873年 要求进建同治皇帝的时候 总理衙门 同他们进行了反复的交涉 是吧 那么在这个总理衙门 同外国公使交涉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有很多人 这种思想顽固的人 就以封建魏道士来自居 那比方讲 有一个人 是汉林院的编修 叫做吴大成 吴大成就非常 抗感激昂的讲 假什么问题呢 他说 若垫臂之下 俨然有不贵之臣 不读国家无此正体 既在庭一礼诸臣 问心何以自安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说 在朝廷当中 居然有些人 可以不向皇帝跪拜 说这个事情 不但是国家 没有这个体制 是吧 是违法的 是越制的 就是你们这些讨论 和外国人讨论 是吧 他们进建礼仪的这些官员 你们问心自问 你们能够安心吗 就是不同意这种情况 不同意采取这种 不跪拜的形式 他说 后边讲 说不读庭臣 以为害义 既普天臣民之心 亦必愤闷不平 说既是这样 是吧 那么又怎么样 既又讲 说既皇上 邪招怀远 是以大度 不难一时从全 而列祖列宗 二百年之旧志 又可轻易乎 是吧 说你清朝皇帝 你可以从全 你可以去优待外国使人 那么清政府的 清朝皇帝 列祖列宗 二百年的旧志 你怎么能够随便改变呢 安可轻易乎 甚至他表现出了一种什么精神呢 就是不怕得罪清朝皇帝 是吧 他讲什么呢 他说朝廷之礼 列祖列宗所宜之志 说这个朝廷之礼 外国公使 觐见清朝皇帝 要行贵拜礼 三贵九寇 是吧 这是列祖列宗留下来的 非皇上一人所得而思也 意思是说 即使是贵为天子的 清朝的光绪皇帝 是吧 你也没有权利去改变 列祖列宗留下来的这个规矩 是吧 他们讲吧 列祖列宗所宜之志 非皇上一人所得而思也 你说你皇帝啊 你权利很大 但是你没有权利改变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的 是吧 这种传统礼制 你没有权利改变清政府 清王朝 列祖列宗的这种旧志 光绪皇帝你没了权利 那么这是说 在这个 外国公使 进见同志皇帝之前 是吧 那么这清政府内部 是吧 那么很多人呢 那么做了这种争论 那么后来这个 这个外国公使啊 那么这个 以鞠躬礼 或者座衣礼 进见了这个 同志皇帝 那么这样 统治基金内部呢 就没有必要 再去讨论 是吧 外国公使 进见皇帝 是不是还需要跪拜了 因为这个问题 已经不存在了 是吧 那么不再争论 这个问题了 那么但是在有关 进见礼节的 其他问题上 清政府内部 仍然存在着 不同的这种意见 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那么这个争论 在1898年 就是我讲的 戊虚年 表现的非常激烈 98年表现的 尤为突出 那么面对着 外国公使提出来的 不断要求 光绪皇帝 在1889年 亲政以后 那么在这个 外国公使 进见清帝的 礼仪问题上 做了很多改革 前面我们讲到了 外国公使 是吧 要按年进见呢 增 遂见之期 后来说 外国公使 是续道续见 可以随时进见 这是这个 光绪皇帝 亲政之后 在这个 外交礼仪方面 做了一些改革 但是这个时候 外交 清朝皇帝 是吧 那么进行这种 外交礼仪的改革 仅是进见礼仪的 一个程序问题 是吧 是几年一见 还是一年一见 还是随时接见 是一个程序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还没有发生 这种严重的分歧 那么但是到了 这个1894年4月 德国的一个亲王 叫做亨利 德国的亨利亲王 来华进行访问 就围绕着清政府 怎么样接待 亨利亲王的问题 清政府内部 出现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分歧 就是接见 亨利亲王的外交礼仪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产生一个严重的分歧 分歧的第一点 那就是清政府内部 围绕了德国的亨利亲王 到了中国之后 究竟应该由 哪一级的官员 去迎接亨利亲王 在这个问题上 就发生了分歧 那么在这个亨利亲王 这个来中国之前 总理衙们 曾经准备呢 要派海关到 不是不是 就是以前是海关到 这个时候呢 是做这个江南的部证史 聂基归 聂基归 去上海去迎接着亨利亲王 那么这个事情呢 被上海的报纸呢 披露出来了 那么德国的驻华公使 叫做海静 听到这消息之后 是吧 那么就在这个98年的2月4号 给总理衙们送了一个兆会 在这个兆会当中呢 这个海静呢 就讲 说在上海迎接亲王 必当派两江总督前往 说谁去迎接亨利亲王去 要两江总督 说除了两江总督之外 并无他缘 堪认 堪胜此任 除了两江总督之外 其他的官员去迎接 亨利亲王 都不够资格 要求叫亨利亲王亲自去 迎接亨利亲王 那么过了几天 2月8号 德国驻上海的领事 直接召会给两江总督 刘坤一 要求刘坤一 去上海 去接见 直接去接待 亨利亲王 亲自接送 那么刘坤一 得到这消息之后 刘坤一是非常的不以为然 刘坤一是给总理牙们 派电报 这个刘坤一讲 说以前有个俄国的亲王 路过上海的时候 说亲政府派了谁呢 亲政府只是派了一个海关道 去进行接待 海关道道员 在亲政府的官员当中 是属于呢 这个正四品的官员 说德国 俄国亲王来的时候 是吧 亲政府是派了一个 海关道四品官员 去迎接的 接待 说这次德国的亲王 来上海 是吧 我们派的谁呢 派的是布正使 匿级规 说这个布正使 按照亲政府的官制 他是从二品 他是比那个道员 是高三级 他说我们派这个布正使 去迎接 亨利亲王 以较优异 就是对他很优待了 以较优异 他说我们这样安排 各个国家驻上海的领事 颇以为然 那么其他国家驻上海的领事 也认为我们安排的很恰当的 对亨利亲王已经很优待了 他说况且 本人呢 是近来多病 步履艰难 不胜此意 他说况且啊 我最近我身体也不好 有病 走路也不方便 我很难完成这个任务 那么当然这是一种政治借口 那么他就要求总理呀 对于德国方面的这个要求 要坚持乌云 不要答应德国的要求 刘坤一担心什么 刘坤一担心 如果亲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不断的将就啊 这个德国的要求 不但德国方面 将来必有更甚于此者 德国方面以后会提出 比这个更加无理的要求 更甚于此者 不但是这样 那么俄国方面 也会因为中国 在接待德国亲王 和俄国亲王的时候 是吧 是款接宣制 转乡劫难 那德国 俄国方面也不满意了 是吧 我的亲王到上海去 你派了一个四品官 那么德国的亲王来 你为什么派一个二品官 是吧 那德国方面也会不满意 说到那个时候 清政府呢 将无辞以对 那么是刘坤一 对于要他去上海 去接送 德国的亨利亲王 那么他表示了不满 总理衙门 要面对的是很多问题 不仅仅说 谁到上海去 迎送亨利亲王的问题 他面对了一系列的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德国亲王 在所有的路途当中 谁去接谁去送 乘坐什么规格的船 或者轿子 到达北京之后 清朝皇帝 怎么样去款待他 怎么去接待他 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总理衙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就专门打电报 给清政府的前任 驻德公使徐景成 打一电报 就是让他去了解一下 西方国家 在接待亲王 这个问题上 他的礼仪惯例是什么样 那么要求徐景成 对这个问题做调查 然后回复 那么没有过多久 徐景成打过来一个电报 那么这个电报当中是讲 他说我考察了一下 西方各个国家 凡是这个亲王 到一个国家访问 那么做访问的国家 要派提督副将都司 三个官员 先迎于陆境或周次 先到边境地区 或者到海港码头去迎接 先派这三个官员去迎接 那么然后 祖国亲王 就是他做访问这个国家的亲王 是吧 那么要到车站去迎接 迎接这外国亲王 然后陪同这外国亲王 同车到他所下榻的宾馆 然后这个国家的君主 当天要接见这个亲王 接见亲王的时候是用客礼 把他当作宾客 不能把他当作自己的臣子 用客礼 然后是吧 再在这个这个外庭 在另外一个宫殿 去宴请这些亲王 和他的这些随缘 说以后 辞行再见 有事另见 无常力 就是以后 这个亲王要走了 辞行的时候 能再见一次 这个国家的君主 或者有什么事情 是吧 那么再见 那么这个没有一个定例 那么他讲宋如迎礼 就是宋这个亲王 和迎接他的亲王 这个礼是一样的 这是徐景成 讲了西方国家 在接待外国亲王的时候 他的一些外交礼遇待遇 那么后来清政府 在接待衡礼亲王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 徐景成的这个复殿 这个方法来做的 那么这是一个争论 就是亨利亲王来发之后 派什么级别的官员 进行迎接 和进行这个 这个这个 送行 发生了争论 那么其次呢 亲政府内部 在亨利亲王 觐见的地点问题上 发生了分歧 亨利亲王在什么地方 觐见这个清朝皇帝 那么最初啊 这个亲政府啊 准备是让这个亨利亲王呢 坐着轿子进入东华门 进入东华门以后再下轿 是吧 光级皇帝在御庆宫 来接见 亨利亲王 那么然后呢 再在东配殿 设宴款待亨利亲王 但是这个做法 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其中就包括 协办大学士 军机大臣 翁同和 那么翁同和讲 说 亲政府这次 这个接待亨利亲王 是幽带即矣 对他很幽带 非常高了 然有至爱 但是有好多地方 不妥当 我能和讲 哪些不妥当 他说 你比如讲 说这个 在这个御庆宫里面呢 供奉了有 孝敬皇后的 玉戎 有他的画像 这个不好 说另外呢 这个配殿呢 是这个空间狭小 无荣习之地 就是摆不开 这宴会桌椅 是吧 说而且允许这个 亨利亲王呢 乘着轿子 进入都华门 非礼 不合亲政府的礼制 乌纳和表示反对 那么这是在这个 光与皇帝呢 接见亨利的地点问题上 那么 亲政府内部 有不同的这种 反对意见 那么好了 那么到了这个 1898年的5月13号 亨利亲王坐着火车 是吧 那么到了北京的 马家库车站 这马家库车站 就是大概相当于 我们现在这个北京南站 那么庆亲王一匡 和总理衙门大臣 李鸿章 张英环等人 到车站迎接 是吧 然后亨利亲王 在一匡的陪送之下 陪送之下 乘车 那么到了德国的 驻华使馆来下探 那么亲政府派 内务府大臣 对他进行照料 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 陪同团的团长 来陪同这个 亨利亲王 那么5月15号中午 亨利亲王 在庆亲王 义匡的 这个陪同之下 那当然 那个德国驻华共使 海静 那么也陪着 5月15号 亨利亲王 在义匡 和德国驻华共使 海静的陪同之下 在伊和园的 乐寿堂 还有玉兰堂 先后觐见了 慈禧太后 和光绪皇帝 在乐寿堂 觐见了慈禧太后 然后又在玉兰堂 觐见了光绪皇帝 那么当时 亲政府考虑到什么呢 考虑到 这个亨利亲王 他既是 德国的皇子 那么又是 当时的 德国皇帝的弟弟 那么因此 对于这个亨利皇帝 这个亨利亲王 那么在这个 外交礼遇上 给了很高的一个待遇 什么待遇呢 一个 就是光绪皇帝 亲自接见 另外一个 慈禧太后 破例 也可以接见 那么这个优待 就属于 比较优待 那么光绪皇帝 在接见 亨利亲王的时候 给了亨利亲王 以什么呢 给了亨利亲王 以出狱 感谢 感谢 感谢